为了新庄的异妙圣仙宫 有着儿童的守护神七星娘娘 相传如果小朋友攀游棋 爸爸妈妈就会来这里拜托七星娘娘 将孩子收为一子或一女 为的是希望能保佑他们的子女平安健康 而待她们顺利成长到16岁时 也必须回来妙里还愿 也就是民间习俗做16岁的由来 这个是云年的坟 而七星娘娘也被许多女孩子 视为爱情的守护神 想觅得良缘 不少人会把园前跟红线带回家 看着年轻人最厉害 如果说要缺小孩 她做人生很多 有饭都吃很多 而要准备给七星娘娘的贡品 也很特别 像是镜子 化妆品 香水跟保养品 都会被放在贡桌上 传言七星娘娘是指玉皇大帝的七位女儿 不过也有人认为七星娘娘只有一位 也就是玉皇大帝的妖女七娘娘 吃的我们在本来说无能净利嘛 她是爱到那个流浪嘛 爱到这个流浪 她总要够他 够三年 够他就本来做工作了 都不吃饭 没有他都要吃饭 他就不爱吃了 总要让玉皇上帝打开 一个翁档 一个翁筛 所以现在她每一年的胸费就是 七位切切 这样她的天国 不管如何七星娘娘始终守护着信徒 也成为不少人信仰的神秘之一